圣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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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平安 欢迎再次来参加我们的 线上崇拜 让我们一起的乱礼 来到敬拜赞美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的恩典已降临在我们的身上 哈利路亚 江南国变为刚强 贫穷成为孤祖 夏夜的团结 暗户变为跳舞 一切善化都简单 继续成为平原 在胜利面充满无限困难 你的能力鼓励我 暂时连我艰难 我相信你的忧念 完全共我用 神的耳朵就讲你 希望充满我们从前 在耳朵深处 就在耳朵为今生 神的耳朵就讲你 希望充满我们从前 你挂着门身 没有完整就迷失 江南国变为荡墙 并成成为孤祖 夏夜的海 天安不变为跳舞 一切善化都填满 一切善化都填满 汲取成为平原 在胜利面充满无限困难 你的能力鼓励我 你的能力鼓励我 暂时连我艰难 我相信你的忧念 完全共我用 神的耳朵也加你 希望充满我们从前 在耳朵深处 在耳朵深处 就在耳朵为今生 神的耳朵也加你 希望充满我们从前 你挂着门身 没有能拯救的事 江南国变为荡墙 平穷成为孤祖 夏夜的海 天安不变为跳舞 一切善化都填满 继续成为平原 在胜利面充满无限困难 你的能力鼓励我 暂时失恋多艰难 我相信你的耳朵 完全共我用 神的耳朵也加你 希望充满我们从前 在耳朵深处 没有能拯救的事 神的耳朵也加你 希望充满我们从前 三天深处 重大都变为今生 神的耳朵也加你 希望充满我们从前 禁靠全能神 义靠全能神 没有能拯救的事 相信你 义靠全能神 我的台湾就在耶稣基督里 在你里面满有平安 生命全越就在耶稣基督里 有存在我里面满着 我身高在我里面满 你身上就在有能力 我付出的心就我靠去耶稣的命 我身高在我里面满有 我身高在我里面满有能力 有耶稣在我里面满着我永远满 我身高在我里面满 祂的音笡 вид 不像耶稣健康 绝经作统 我却靠在我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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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身上的千万有能力 我不属在世界 我靠去耶稣的地 我却靠在我里面 我却靠在我里面 你身上的千万有能力 我却靠在我里面 有耶稣在我里面 活着我涌� KNOW却靠在你 有丑在我里面 没有去怕能滞舍筹地 有丑在我里面 没有去怕能滞舍手舞 有主在我里面 没有惧怕的单身抽屉 有主在我里面 没有惧怕埋了双油鱼 我宣告在罗里面 因你身上你简单的能力 我不休在世界我淘气耶稣的地 我宣告在罗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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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主在我里面 我宣告在罗里面 有主在我里面 我宣告在罗里面 我宣告在罗里面 有主在我里面 我宣告在罗里面 有主耶稣在我们里面 我们还要害怕什么呢 让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 来到敬拜祂 因为祂是我们的神 我们也来到信靠祂 好 好 好 在罗里面 在罗里面 你想 打开我 在你的那手中 当大海翻腾 波涛汹涌 我与你暂时暴风生空 无你人作望 在洪水中 我要问几知你是神 我离开心 在祭祖里 你怎样 使我安然心疼 当大海翻腾 波涛汹涌 我与你暂时暴风生空 我与你暂时暴风生空 在洪水中 我与你暂时暴风生空 我要安静 指你是神 我与你暂时暴风生ela 抒动 停jat 爱我 谁爱在手中 当满凡的脱头汹涌 我与你暂时暴风相躲 护你暂时暴风相躲 我要安静置你施舍 当满海帆满我的手 我与你暂时暴风相躲 我与你暂时暴风相躲 护你轮走完再落雪中 我要安静置你施舍 我与你暂时暴风相躲 在荆土里 你答的 是我安然是他 当他害怕的后头羞涌 我与你残职 高风生过 不离人昨晚 在洪水中 我要安静 知你是神 当他害怕的后头羞涌 我与你残职 高风生过 不离人昨晚 在洪水中 我要安静 知你是神 当那海放弹 波涛汹涌 我与你残职 高风生过 不离人昨晚 在洪水中 我要安静 知你是神 当那海放弹 波涛汹涌 我与你残职 高风生过 不离人昨晚 在洪水中 我与你残职 高风生过 我要安静 知你是神 我要安静 知你是神 我要安静 知你是神 当那海放弹 波涛汹涌 我与你暂时 暴风生过 不离人昨晚 在洪水中 我要安静 知你是神 当那海放弹 波涛汹涌 我与你残职 高风生过 我与你残职 高风生过 不离人昨晚 在洪水中 我要安静 知你是神 我要安静 知你是神 我要安静 知你是神 我要安静 置地 施舍 作詞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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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浩瀚的宇宙中 我真的微不足道 像微塵消失也沒人知道 夜空的星星 彷彿在對著我微微笑 今生告訴我 一切他都看見了 我所有掙扎 所有軟弱和跌倒 將成為主恩典的記號 當我無求 耶穌聽見我的道道 千萬人中 可盡管是我的需要 從我低落 又幻想 流淚水 又流向 祖恩典的記號 在風雨中 也許將我緊緊擁抱 我想知道 它是我永遠的地方 從我低落 又幻想 流淚水 將成為主恩典的記號 站在大海邊 才發現自己是多渺小 登上最高山 才發現天有多高 淘汰七個月 水人和灑水 噢瀆渚的人 其實我要好 我真的為主導 身價位成像失業沒人知道 夜空的星星 彷彿在對著我微微笑 尽情告诉我 一切他都看见了 我所有挣扎 所有软弱和跌倒 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 我们来呼求我们的主 当我呼求 耶稣听见我的祷告 在眼中 把听关心多的需要 走过地路 有幻想 有黑水 我留下 自恩典的记号 在风雨中 也许将我轻轻拥抱 走过地路 有幻想 有泪水 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 当我呼求 当我呼求 耶稣听见我的祷告 耶稣听见我的祷告 千万人中 把听关心多的需要 走过地路 有幻想 有泪水 都留下 自恩典的记号 都留下 自恩典的记号 在风雨中 也许将我紧紧拥抱 我想知道 但是我永远的依靠 走过地路 有幻想 有泪水 走过地路 有幻想 有泪水 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 走过地路 有幻想 有泪水 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 我们所有的经历 所有面对的挣扎 挑战 软弱 跌倒 无论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什么事情 有欢笑 有泪水 都是主恩典的记号 因着主你的恩典 我们能够经历 我们能够面对我们的每一天 虽然我们面对许多的挑战 但主耶稣 你听我们的祷告 你听我们的呼求 谢谢你 你永远与我们同在 谢谢主你的应许 永远不落空 我们要紧紧抓住主你的应许 来到面对我们的每一天 来到为主你而活 来到为你发光 为你发热 来到归荣耀给你 我们谢谢你 主耶稣 谢谢主你的恩典的应许 让我们的生命有着你恩典的记号 我们谢谢你 主耶稣 我们将我们的所有的敬拜 都完全的献上 愿蒙你的悦纳 我们这样子的祷告 能是奉靠主耶稣的民修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平安 让我们低头祷告 亲爱的主啊 我们现在要平静下来 我们现在要谦卑下来 在你的面前向你祈求 求主啊 你看顾马来西亚这一片土地 求主你掌现你的大能在这一片土地 主啊 我们现在面对的不只是疫情 还有面对我们政治人物的不稳定 求主你亲自的来掌管 亲自的来看顾这一片土地 主啊 求你赐聪明智慧给我们的自政人 让他们可以好好的把这一个国家 这一片土地给治好 也求主你让他们有聪明智慧的 把这个疫情得以控制 感谢主 主啊 也求你看顾我们这片土地的人民们 有的人失业 有的人失去亲人 求主你亲自的来安抚他们的心 求主你看顾他们 让他们有得着从你而来的平安 主啊 求你看顾那些得星光肺炎的子民们 求主你亲自的来医治他们 因为主啊 你是大医生 你能一致瘸腿 你能一致瞎眼 你能让一个实力的人而复活 主你必定必定的能医治他们 求主你拆拍你的天使天君 在他们的当中 好让他们的有坚强的心思意念 度过这个这么难的一关 感谢主 也求主你的宝血厚厚的来遮盖我们的前线医务人员 让他们有健康的身体和超强的免疫力 来应付每一天的工作 主啊 我们也要为了那些身心力批发的人 求主你坚强他们 让他们无论何时何地的都跟着主你的旨意而走 而不是跟着这个世界的心 跟着这个世界的脚步走 主啊 也求你谦卑我们的心 因为我们现在所做 所思 所想的 都是因着主你的恩典 因着主你的应许 我们才可以做 我们才有那一个能力做 让我们将这个荣耀归给你 而不是归给自己 感谢主 主啊 也求你让我们的弟兄姐妹 能放下我们的自己 让我们嘴巴里讲出来的每一句都是荣耀主你 而不是荣耀别人 而不是荣耀人 感谢主 也求主你让我们有一颗爱你的心 把你的父音传出去 让更多的人能接受主你的好主意 好消息 能接受主你在他们的生命里掌权 感谢主 主啊 现在我们也要为了我们的明亮姐妹祷告 主啊 明亮姐妹 也接下来有一系列的疗程 求主你 在这几天里面 在这一个疗程里面 无论何时何地 求主你都牵着他的书 与他同在 与他同行 感谢主 也求主你 精强明亮姐妹的心 还有他家里人的心 陪他们一起 陪他们一起度过这一个很难关 感谢主 谢谢你 谢谢你 我信我的永远不可 41节 犹太人因为耶稣说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事物 就纷纷议论他 他们说 这不是月色的儿子耶稣吗 他的父母我们不都认识吗 他现在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 耶稣回答 你们不要彼此议论 如果不是拆我来的吸引人 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 到我这里来的 在末子我要使他复活 先知书上记着 众人都必受神的教导 凡听见从父那里来的教训儿 又学习的 必到我这里来 这不是所有人见过父 只有从神那里来的那一位 他才见过父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 信的人有永生 我就是生命的食物 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麻辣 还是死了 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物 死人吃了就不死 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食物 人若吃了这食物 就必活到永远 我要吃的食物就是我的肉 是为世人的生命而吃的 这是上帝的道 好 各位弟兄姐妹 主内平安 在基督的里面问候大家 好我们一起先来祷告 亲爱的耶稣基督我们很感谢你 主啊今天是你复活的日子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来敬拜 我们来聆听你的话语 求主赐福带你接下来的时间 也求主你的活水 江河涌流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 愿你的话语来支应我们前面的道路 你的话语就是生命的凉 你的话语就是生命的活水 使我们吃下去 让我们喝下去 使我们灵里面更加的丰盛 使我们灵里面更加的活泼 也让我们带着敬畏的心 持续的相信 持续的持守真理 主我们感谢你 也求主祝福 接下来的时间全然交托 祷告奉以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跟大家所分享的信息 是 经文是在 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 四十一节到五十一节 好今天的经文是 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 六章的四十一节到五十一节 那在这一段的信息里面呢 经文当中 我取这个题目是 永恒的凉和水 那今天主要是从两个的方面来去看 从那个第一个是属地的眼光 属地的那个角度 就是众人 他们带着一个错误的动机 那耶稣是带着一个属天的眼光 那个角度 也是唯一的 那他就是属天的主 他是掌管一切的主宰 他就是耶稣 所以经文是 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节 好四十一节到五十一节 首先 约翰写约翰福音给他的作者 他也有两个的目的 第一个的目的就是要向那些不相信的人做见证 使这些人相信耶稣是基督 是上帝的儿子 并且使他们得到永生 第二个是坚固以及相信基督的人 使他们有更多的认识更多的了解耶稣是谁 那这里是要持续的相信 持守的信仰 来为要持续的相信 并且持续的你才能得到那有生 那同时本书也强调耶稣的神性 与人性当中是带出了启示与救赎 正如本书开始的时候 直接就强调耶稣基督的神性 在最后也清楚地写明此书的目的 但这些事呢 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 是神的儿子 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 所以今天分享的信息是永恒的梁和水 经文告诉我们耶稣讲他自己是生命的梁与水 基督启示他自己是生命的梁 也是约翰福音当中耶稣宣告七个我是的第一个 那耶稣庄严的宣告说 我是生命的梁 我是世界的光 我是羊的门 我是好牧人 我是复活和生命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我是真葡萄树 那这是记载六章到十五章 那今天的焦点 我们的经文不是那梁和水 但是他是我们所需要的 而是呢 我们要认识的是赐下梁和水的那一位 那他是谁呢 所以我们进来看 那基本上今天的信仰 提及有关的信 他有这个方式呢 他有三个的阶段 那第一个就是相信 那相信他是真的 就是相信耶稣是他的受死与复活 就是一 这是一个的开始的一个的阶段 也是一个的起点 那第二个 当你相信他 你就要信任他 你信任他 就是说表明你接受了真理以后 你是需要靠着耶稣 并且来顺服耶稣 来表明你真的是信任他 以行动来表现 那第三个 我相信了 我也接受了 还需要 还需要 精信 那这里面讲到是 你要光乎到持续性 你要持续的相信他 是真正的相信耶稣的人呢 他是不管发生任何的状况 不管 要花多大的代价 他依然的充满的信心 充满的相信 他忠心 到底 所以以上 这个信心的 这个三个阶段呢 也是我们今天的信仰 来反思 来提醒我们 那三个阶段 第一个是你要接受真理 第二个你要行出真理 第三个你要持守真理 耶稣就是那真理 所以今天所分享的题目是 是永恒的梁和水 会从三个方面 大概的 大概这一个的 来看这段的经文 那第一方面是耶稣宣告 他说我就是生命的梁 是三十五节 那第二个 一润纷纷的这个犹太人 是四十一节到四十二节 那第三个耶稣来回应 从四十三节到五十一节 然后下面以五个方面 我们来看 所以我们看第一个 耶稣宣告 说我就是生命的梁 是三十五节 经文说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梁 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 信我的永远不可 当耶稣讲这句话 他宣告他自己是生命的梁 他是回应上面 所以我们看到 首先我们要知道这处经文 它是发生在加利利的加白农 耶稣跟这些众人的一个对话 首先我们知道 前面我们看到耶稣 无饼奥鱼的这个神迹 然后很多人吃饱了 但是这些人要拥戴耶稣做王 接着我们看到 耶稣行在海面上 但是第二天呢 就有众人来寻找耶稣 然后他们就在加白农 这个海边找到了耶稣 然后与耶稣之间的对话 但是这些人来找耶稣 并不是要相信他 也不是要跟随他 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度负 也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 但是我们看到 接着耶稣与他们的对答 我们看到这些群众 都回答令耶稣很失望 这些人呢不是扭曲耶稣的使命 就是说你再行一个神迹 给我们看看 要更多的这个证据 他们却不愿意到耶稣那里来 来承认他们自己里面的饥饿 承认里面的饥渴 只是因着他们不肯相信 但是呢耶稣 我们看到耶稣一直充满信心说 他必要完成他的工作 实现他的使命 即使这些加白农的群众不相信 虽然当中的人 他们不信他 他没有因此去人 因为他就是那逾越节的羔羊 为世人的生命 上了十字架 他担当了世人的罪 然后使信靠他的人 得到永远的生命 然后我们今天要得到这个永远的生命 我们就是需要持续的信靠 并且信靠 那耶稣讲了 我是生命的粮 来回应这些 会众 这些众人所讲的 那他要解释 这个永生的食物 和真正的粮 那耶稣在这里指出 这些众人 他们所讲的这个错误 他们讲他们的 先祖在旷野里面吃玛拿 但是 当日的玛拿呢 乃是神 不是摩西赐给他们的 乃是神所赐 所以今天神 他要把天上那真正的粮 是透过借的耶稣赐给人 那真正的这个粮 他就是永生 他比玛拿 那不知道要重要多少倍 那犹太人在旷野 他们吃了玛拿 虽然那是天上所赐的 但是这些人吃了 他们还是死了 那玛拿 这个意思就是什么 玛拿 意思是那是什么呢 那是什么 其实玛拿就是在预表耶稣 但 耶稣所赐的生命的粮 乃是永生的食物 你相信他 你便可以得到 这是一个应许 及一个肯定的一个宣告 当相信 你只是一个的 开始的一个阶段 接下来你需要持续的 来支取 源源不断的粮和水 那耶稣是生命的粮 赐给人 人类灵性的生命 和滋养 这生命的食物 耶稣他就是食物 只有这个食物 人吃了才可以 是我们灵性的生命 人的灵性的生命 才可以得以治养 所以耶稣 所赐的粮和水 他不是属地的 而是属天的 那今天 对于蜀联的生命 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常常蜀联的生命 没有长进 反而退后了 需要常常的来支取 就是有时候 我们会进入到一个的 误区 我们常常就是 今天我读经了 然后 我有祷告了 然后我也去教会的服事 但是 我好长时间 里面没有跟神有亲近 然后也不参加 也没有读经了 也没有祷告了 也不参加任何的 教会的 这一个团体的生活 主日的崇拜也不来了 然后就偶尔来参加 所以当遇到困难的时候 才来到主的面前 哇 遇到难处来到主的面前 那这里 也给予我们看到 耶稣所吃的粮 我们吃的永远不饿 是需要我们 今天 来到耶稣那里 我们才能吃到 就像以色列人 在旷野 神吃下马拿 马拿太阳一出来 他就没有了 那如果他们没有 即在 太阳之前 就是死去的话 他们 就会饿肚子 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 我们要每天 与耶稣连接 与这位 神连接 我们的属灵的生命 才不会缺乏 我们才不会饿 如果我们跟他 没有发生任何的关系 说 牧师啊 最近很软弱啊 哇 就是很多负面的出来了 首先我们要回到哪里 有没有 有没有与耶稣亲近 有没有读他的话语 有没有回到他的里面 所以 属灵生命的成长 是没有 洁净的 只有自己花时间 来到耶稣基督的里面 你才能得到保住 从他自取活水 从他自取能力 所以我自己本身很清楚 我自己没有很 与耶稣很好的连接 只是很敷衍的一个状态 虽然我也懂得一些的服饰的技巧 包括一些很基本的都会 但是呢 没有跟他更多的连接 与他亲近呢 在服饰当中会很干渴 在服饰当中 哇 真的是 没有那个活水出来 所以呢 当 只要自己一回转归向他 持续在他的里面 向他认罪悔改 安静下来 领受从他来的活水和能力 他的恩典完全就不一样 里面就有喜乐平安 感恩 所以我们来接下来看 耶稣所讲的 那些犹太人 这些众人 在议论 他们的反应 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 他们发愿言 他们反对摩西 与亚伦 亚伦的这个 很相似 他们 带有 藐视 他们看不起 的一个态度 他们说 因为耶稣说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 他们就思想一论 他们说 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 他的父母我们岂不得认得吗 他如今怎么说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呢 其实他们不明白 耶稣的一个的身份 他是怎样来的 耶稣我们知道 耶稣是从童女所生 在地上的事 他们都不能接受 再讲天上的 他们是怎能明白的 所以他 所以 这些人 你耶稣不过是人 你父母我们都知道 你怎么还能说自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 他们其实不明白 耶稣是从哪里来的 他们是以地上的眼光 以属世的眼光来看 他们对于弥赛亚 和神 熬子的身份 他们不清楚 当他们面对这样的纷争 他们这样的一个纷争当中 其实也在此 当我们看到 耶稣 他确定是从父 熬来 也确证 耶稣 他是 倒成肉身的绳子 所以 人对于耶稣的身份 只有两个的回应 一个你是相信他 第二个就是弃绝 没有 忠灵 但是这些人 他们弃绝了他 他们藐视他 不明白 不明白 耶稣 所讲 永恒的两个岁 耶稣 从天上降下来的事 所以 也觉得耶稣继继续讲 耶稣 在43节说 你们不要义论 44节讲 若不是拆我来的父 吸引人 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 但是 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 末日 在末日 我要叫他 复活 哇 这个是很 让我们看到 末日 叫他复活 让我们来看 这里面讲的是什么 43节 其实 是这些人 不明白耶稣 所讲 从天上降下来的 这件事 那44节 也是里面的一个吸引的意思 这里面讲到 就是说人绝对 不能凭自己 你主动说 我来到基督的面前 其实是 父吸引人 前来 所以在这个拯救的 这件事情上 采取主动的是神 好 不是人 所以我们看到是 耶稣 他道成了肉身 这位神道成了肉身 来到世上来拯救人 是他主动来寻找 找人 把人从罪恶的里面 救主出来 所以当人选择相信耶稣 基督为救主 是回应神的呼唤 当神的呼唤是 人要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 你是相信 你还是 否认 你是拒绝 所以因此 没有 能 不需要 神的帮助 相信耶稣 所以接着 我们看到 到他这里来的意思就是说 相信耶稣基督的 你愿意认识跟随的人 但末日 我要叫他复活 但是重复了 四十节所讲的 那这里说 不是叫所有的人 熬世 一人复活 死亡 不能毁灭 耶稣所致的生命 所以 今天 是否来到 耶稣基督的里面 还是 与他很远 所以今天我们要清楚的知道 我们来听道 我们来敬拜 我们 就连我们的一个祷告 我们的一个感恩 这样的机会 都是神的恩典 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 我们要把焦点放在基督的身上 所以我们记得来看 四十五节 到四十六节 那耶稣继续讲道 其实这里是说 耶稣引用 旧约先师所讲的话 其实这里 耶稣用了 不同的方法 重复了 这个相同的真理 就是神借的 这个教训 人呢 把人来吸引到 来吸引他们 然后每一个蒙神教训 并且你愿意相信 并且你学习的人呢 都是来到基督的面前 所以也让我们知道 我们心里 若不是被神的灵感动 神的灵启发 我们便不能来到基督的面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神的面前 显示何人大的恩典 我们接着看四十六节 这里耶稣亲口宣告他的神性 我们知道神子耶稣是 已经见过父 耶稣知道神的事情 所以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讲到 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 只有父怀里的独圣子 将他表明出来 清楚地告诉我们 我们若要认识这位神 这位父 我们见他的面 就是透过耶稣基督 我们若不相信 耶稣基督 怎能知道这位神 这位父呢 所以因为 就没有人亲眼看见过神 所以今天我们对神的认识 我们主要是透过基督 那里学习来的 从另外的我们来看 无论今天 我们从基督那里学习到什么 那都是从上头好来的 从神好来的 所以我们这样看 耶稣正中的宣告与应许 所以要得到永生 唯一做的事情就是 相信耶稣 他这里是强调的是 生命的问题 在约翰福音三章十五节 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 三十六节 约翰福音三章三十六节 信直的有永生 不信直的得不着永生 神的震怒藏在他的身上 那约翰在十七章三节讲到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并且认识你所差异来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四十八节 然后再一次讲三十五节 提到的就是 他就是生命的良 但是这里 他并没有附加任何的说明 这样呢 也使他所宣告的给人一种很清楚 直接明了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们看到 耶稣所赐的良 是带来永生 我们若不认识耶稣基督 我们若不相信耶稣 若不接受耶稣基督 我们就得不到永生 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 我们感恩耶稣赐下了这生命的良 耶稣把他自己赐给了我们 所以记得 耶稣用属地的一个属天的 作为了一个对比 四十九节到五十节 所以生命的马拿 就是生命的良 比那马拿更优先 在犹太人的这个观念的里面呢 马拿是最佳的食物 在他们的观念里面 可是旧约的犹太人 虽然吃了马拿 他们最后还是死了 这个马拿不能给人带来救恩 但是熬吃了这个生命的良的人呢 他给人这个给人带来了一个救恩 当你相信耶稣的人 他却带来永远一次就不会死 那这里主要是说 他们的灵魂 永远不会死 他们拥有永生 那马拿呢 并不能使人免于死亡 因为他只是一个的预表 指向是真正的那一位 所以就是耶稣基督 他是真的马拿 能使人免于树林的死亡 所以耶稣基督给予人永生 是特过他自己所付上的代价 就是在十字架上的献祭 所带来的救赎 所以五十一节 我是从天上降下的生命 再次讲生命 若吃这良 就必永远活着 哇 这是多么大的应许 我所要吃的良 就是我的肉 为世人这生命所吃 那这里 耶稣是生命的良 不但耶稣自己拥有神的 永生在他的里面 而且任何吃了耶稣所吃的良 也会得到永生 虽然肉体会死亡 但他的灵魂却是不死的 不会死 那对于我们今天 肉体是需要食物来维持我们的生命 就像现在的疫情当中 很多人没有食物吃饭 但是呢 有一些帮助他们的时候 就是给他们米啊 给他们基本的 使他们能维持生命 若没有食物 他们就会饿死 同样的 我们灵魂 我们的灵性 也是要领受基督的身体 我们才能得到永生 得到那永远的生命 所以耶稣所要吃的良 他说就是我的肉 为世人之生命所吃的 这里意思就是说 耶稣要牺牲他的肉 他的身体来拯救人类 他其实要以他的生命的牺牲的代价为祭 以至所有相信的人都能够活着 这是耶稣他所要在十字架上的受死 这里讲他自己要在十字架上 受死 那耶稣钉十字架将他自己的热舍弃了 为的就是要吃世人生命 若能够接受吃的话 你就得到永远的生命 所以我们对耶稣的认识 我们要相信他 他在十字架上所得救赎 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 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 我们承认我们的罪 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保血 来遮盖洗净我们的罪 我们让他做我们生命的主 让他在我们里面掌权 这位父神透过耶稣基督看我们 称我们回应 让我们真的能得到他永远的生命 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 所成就的 就是要把那真正的活水真正的粮吃给我们 因为他是他自己 所以我们看到 旧耶祭司在神的面前侍奉 他们屡次献上同样的祭物 但是这些祭物不能除罪 但是基督献上一次永远的祭祭 就在神的右边左下 唯有耶稣那圣洁的高羊 神的独生的好者 担当了我们十人的罪 受尽一切的羞 受尽一切的病伤 定战十架上流进那身体的血和水 使我们今天信靠他得到永生 所以永恒的粮和水 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的 但今天你得到永恒的粮和水吗 虽然你相信耶稣 你也接受耶稣 你也品尝永恒的粮和水 但是需要持续的相信与接受 这样你就能得到那永恒的粮和水 你就能得到那永生 更重要的是你清楚知道那赐下永恒的粮和水 那一位吗 他是谁 他是谁呢 他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好者 永生的主 为世人 钉十字架的主 阿们 那我们一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 我愿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自主 靠着基督的圣名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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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宝座前 是我藏身处 你比翼的旧地乐歌 思念来环绕我 祝你是生命的源头 祝你是永恒的珍光 在你圣洁的光中 我的自由 你坚光 充满我 接近我 在你宝座前 有生命血涌流 更新一致我 充满我 接近我 在你宝座前 有生命血涌流 更新一致我 在你宝座前 是我藏身处 你比翼的旧地乐歌 思念来环绕我 祝你是生命的源头 祝你是永恒的珍光 祝你是永恒的珍光 在你圣洁的光中 我的自由 你坚光 在你宝座前 在你宝座前 有生命血涌流 更新一致我 在你宝座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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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更新一支我 感谢观看